好似我刚才说的depreciation 折旧 其实它分开了 physical functional 和economic 在这三个里面 其实有curable curable 即是说可以 你给出了个钱 给出了个钱 给少少钱 value 会升回 换句话说 假设这里我们就叫 W&T 如果 那些油脱落了 我给1000人油了那间屋 终于 那间屋的价值高 这些就是curable 它是physical 其实physical 即是外表 那就是耳机 Incurable 是什么呢 我们的例子就是foundation 如果那个foundation有事 外表 但你给10000元做的foundation 新的buyer都会说 sorry foundation 坏就坏了 10000元做完 但是呢 我都不敢买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怎么知道 过几年之后 会不会又有事 Whereas functional 其实呢 我们要link up 的字 就是设计 设计 设计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这里呢 有些 旧的屋 它是没有microwave 的 旧的 比方少了 其實我們記住 就是這樣 這個要扣他一萬元 因為他 那間屋是一萬萬的 因為physical 我扣他一萬元 因為functional 我扣他一萬元 Economics 就是incurable 你記住 因為為什麼呢 在那個 時間呢 過了去就沒有了 利息interest rate 升與跌 過了去就沒有了 這些不是他們兩個控制的 那所以呢 Economic Depreciation 其實這些我們有一個字 Obsolence 或者是 Deterioration 兩個字一樣的 Physical Detoration Functional Detoration Economic Obsolence 這個我們假設是 扣他一萬元 於是呢 如是這三個加起來 原先呢 那間屋是一萬元 現在折舊 total三個元元 所以就代97個元元 但是我們有一個叫做 s is value 給股價師去adjust 他說 我拼不夠數 再扣多他三萬 三個米 於是一個米 減三萬 拼到了 94萬 的 我們 很好 做得不好